世界平定 13年前 一名软性台商之身来到北岳 投资夏龙湾观光旅游业 创造了100%的观光业成长率 然而当我踏进夏龙湾街头 却发现这里除了饭店特别多之外 它其实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小村落 一点也不像是个观光景点 但据说只要是来北岳观光 这里却是人人必定造访的地方 否则算不上来过北岳 怎么说呢 答案就在夏龙街头对岸的这片海上石林 Hello 很多游客 而且这里的风景真的蛮壮观的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越南的夏龙湾 这个地方有水桂林支撑 你看这里一颗颗巨大的石头 但是它居然是在海上 我刚才还以为说这里是一个湖 我就没想到这里是个海湾 那因为我们知道桂林它是在陆地上面 那这边呢 形成的这个旗景呢 据说已经挤成世界第八大旗 但这也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坐船进去要看什么呢 据说这个往里面再走一点呢 在越南这边有一群人 他们深入检出 基本上呢他们把那边当作他们自己的桃花园 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触 然后这个完全在里面生活 那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都很好奇 所以所有的观光客进来 不只看风景之外 都要去看看这种人 他们到底怎么过多呢 所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海上 世界第一地 有耶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杨硕山水甲桂林 杨硕这个地方小马我去过 但个人还认为比起杨硕 夏龙湾漂亮多拉 传说中这里的人们 曾经饱受侵略之苦 龙神从口中吐宝石来打击侵略者 宝石便成为眼前所见 成千上万的岛屿 也有一说是 因为住在山上的巨龙 某天突然冲向海中 神龙百尾的结果 便挖出了许多深谷裂缝 便形成今日夏龙湾的 海上石林奇景 就过这个湾 一群遗忘世界的人就住在里面 就住在里面 欸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个房子了 欸 没人给他引 没人帽 要我看得这么大箱 欸 欸很奇怪 他这个做了一个一个篮子 一个篮子 不知道要看 欸有鱼欸 哇 到了他们的海上人家 这一篮一篮的应该是养鱼了吧 对不对 你们这个鱼好怪啊 长得好怪啊 这是什么鱼啊 像这样置身在石林角下的海上小村落 几乎遍布在夏龙湾的各个角落 规模有大有小 他们常年居住在海上靠捕鱼为生 主要的销售对象就是观光客 以小马来看 在这里买卖有分两种 一种是小朋友划着船沿水叫卖 只要发现观光船 必定公勇而上 向观光客推销产品 不过这种交易方式是违法的 如果被越南的海上公安发现 严重的观光船业者 还会被钓扣营业执照 而另一种方式就是 像海上渔村一样 等着观光客前来光顾 有耶 这什么东西好可爱喔 这什么东西 墨鱼 墨鱼 就是我们在吃蚝鸡 还有海螺 马上我也吃了很多海螺 把它拿起来看 这什么海螺 他们在这边是捞到什么 就随便是不是 没有说特别哪一种种类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两个海螺完全长得不一样 然后里面这个还有彩色的 这好不好吃 好吃喔 你看我就知道 我随便问它好不好吃 它就是好吃 啊这个很多人买吗 贵 很多人买但是很贵 很贵 很少有 多少钱 这边别的三公斤 越南钱一公斤五十万 哇果然是这个价值很高 但是因为它壳本身很重 所以里面的肉应该也没多少肉 那什么东西 啊那个是花枝的蛋 花枝的小孩子 哦 对 好软哦 长这个样子耶 这是花枝蛋 哦在里面 哦在里面呢 那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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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花枝的蛋呢 很多层的 它 最后一层呢 是有一个小黑黑的 就是它的小孩 花枝 小花枝 那其他 它现在把这个外面那一层弄破了 会不会就死掉了 死掉了 蛤 那我们把它放回去好了 这什么鱼 这什么鱼 哪里 哪里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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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里鱼 哇 海洋生物的十五列 那这个鱼一回多少钱 这多少钱 15万一公斤 15万一公斤 这一只鱼有几公斤 它还更多 最大12公斤 12公斤哦 对 有个10公斤 12公斤 一公斤一万 他刚做一公斤多少 15万 15万 12公斤一百多万耶 一百多万台币多少钱 四千 三千 三千多块耶 有很多人买吗 有很多万 有很多万 很多人买 很多人买是不是 观光客有没有人上 上来这边买 太多人多万 哇 有很多 哇 好多鱼哦 好多鱼 与其说这里是个海上人家 个人觉得倒不如说 这里是个海上鱼市场 只要到此一游的观光客 看到这些活跳跳的新鲜果 通常就会很难抗拒的 买一些上船打打牙记 而这些鱼货 有些是老板在附近抓来的 有些呢 则是专业的渔民抓来后 转手卖给他们的 这些大哥呢 现在怀了他心爱的小船 要带我出去了 我实在怀疑呢 他要对我那么好呢 让我有点害怕 他是不是同性恋 他是不是同性恋 哦 还有马铁呢 真厉害 真厉害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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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出去玩一下 我跟他那些暖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那些暖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那些暖也不知道 我跟他那些暖也不知道 好 但是精进的就不知道怎么 試圖的在我身上取了一些温暖 我可以让我怀疑他 如果很久没有上墓地了 所以 猛男赛雕村 人家是真的很招待我们 很热情换待我们 带他的小船出来 让我们绕一圈 不要一直待在船上 他顺便给我们展现他的武力 对不对 就是说 越南人的船很多这样 这一趟出海旅游的目的是怎么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总共的时间 花了一分钟 出海跟我们这位老大哥 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也不知道要看吗 弄掉... 小马我应该是没有会错意 我想这位大哥的意思有两种 第一 没错就是展示无力 让我明白这招有动力的竹法 就是他的 第二 可能就是看我是都市熟 没做过竹法 所以特地带我出去多多风 虽然这一趟没有意义的出海 让我摸不着头绪 不过他们的热情 也打破小马我 对北越人的看法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住在海上 没啥娱乐 太无聊了 竟做些没有意义的消息 小的那个竹鱼 有没有 这个韩国人嘛 就在借来 韩国人啊 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 生吃章鱼 这是他的指 他很多的秘密耶 章鱼 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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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钓墨鱼喔 章鱼 这是章鱼嘛 对啊 章鱼拿去钓鱼是不是 对啊 钓鱼 钓鱼吗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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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什么意思 钓鱼 他的意思讲说 用这个可以钓鱼 但是不要 不要用这个 这个人很热情 也很爱线 因为我根本没有要过来 他就一直拉着我说 来 来到他的船上面去 什么 钓到了 这里的人啊 我在想 他们可能是生活的时候 太无聊了 自己的鱼池 裡面的鱼呢 然后闲暇无事 就来呼嚨它们 这蛮好玩的 你看喔 听说很快 好快喔 来 来 快来 快来 这鱼会受伤 不行 等一下 我现在终于解开 那个鱼会受伤的秘密了 鱼会受伤的秘密 是他们自己在里面钓这个鱼 赶快把它拆下来 它会受伤 好眼 哈啰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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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下一出海呢 第一尾钓的鱼 就这么大一尾一片 而且花的时间 有沒有 所有的钓鱼高手 都不用跟我比 我花的时间仅仅 5秒钟 5秒钟我就钓到鱼了 很厉害了嗎 好 把它放回去 好可怜喔 好 要去养病了 把它拿到别人出去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人还是要跟外界接触 否则再这样继续无聊下去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也正因为传家们 纯朴的个性 大家才有可能 这样子玩在一起 不然这些鱼 可是他们用来赚钱的东西 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玩 雷霍人家呢 在海上人家的占地面积 算是大户了 为什么呢 以我眼睛手看 他大概占了 大概陆地的200多坪 不过呢 他们自己住的呢 给人住的大概只有2坪吧 2坪搞不好也不到 其他都是给鱼住的 然后还有门牌号 你看我好久 QN4541 有没有 尤才要寄信寄到他家 寫QN4541 然后船就 开过来寄信 这样 然后 这边还有什么 他们还蛮中国话的 还玩象棋 现在要进他家了 好 到了他们家里面呢 这 不用我多说 不用我多介绍 这是他们家的客厅 大家进来之后呢 席地而坐 在这个草席上面 然后呢 这边呢 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他们拜的是天宫 那边有一个香 有差很多的香 诶 这个电视机是收什么的 看得到当地的电视台吗 有 当地这边越南的 打开来看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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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插电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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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嘿 好 好 这台电视机呢 本来是一个 这个 住在客厅里面 必有的配备 但是他不是给你们 大家用的看 他是放一台电视在那边 然后感觉上 我家里有电视 应该是这样 没有来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 只是 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电 好 接下来进来呢 哦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我刚刚讲过说 他们家怎么发电 我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来 摄影师蹲下来一点点 仔细看看这边 这边有电 用这个大电瓶来发电 要不然在海上 我现在不知道他怎么用 然后我没有夸张吗 这边有人要寄过来的信 喜帖 寄到这边来的喜帖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 这边就得及了 这边就得及了 为什么敢逃亭 我们在那边 我刚开始紧张了 听到我开衣� 怕我知道他们其实是有钱 怕我知道他們其實是有錢人 放眼望去 在這個村落裡 老闆的家已經算是 這片海灣當中的豪宅了 老闆說他們一家三代同堂 通通住在這裡 除非是名聲用品已經消耗殆盡 才會回到岸上 不然平常是逐步出戶 而這塊約莫百來瓶的空間 就是他們唯一活動的地方 幹嘛 我又沒有去上廁所 人家這邊是他們家的廚房 單人室小廚房 有沒有 然後裡面剛好他在煮菜 可是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如果不知道的話 以為真的是廁所一樣 裡面該有的東西都有 鋪完瓢盆都在裡面 好 掰掰 再見 關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道門 很清楚的寫著WC 來 開給大家看一下 沒想到 這個廁所的空間 跟單人室廚房的空間 是一樣的 有沒有 在裡面炒菜這樣 當然海上啦 不可能有什麼馬桶什麼的 直接就大到那個海裡面去 反正那個扁扁呢 那個魚啊蝦啊 蛤啊 蛤啊 魚啊蝦的吃我們的扁扁 然後我們再把它釣上來吃 這應該是一種生物類的循環吧 沒關係 還滿可愛的 至少沒有臭味 最主要沒有臭味 船屋參觀到此 小馬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 怎麼沒有浴室呢 那他們洗澡怎麼洗 老闆說他們的飲用水 全靠賣水的船家運來賣給他們 而洗澡呢 因為淡水非常的珍貴 所以洗澡一律用海水 天啊 我實在無法想像 用海水逗你怎麼洗澡 好 我們現在呢 坐船到這個 快要靠近這個石林啊 這邊有一艘小小的船 原來他們的魚蝦呢 很多都從這個 這個石林底下有一些小洞 然後就有蝦啊 跟那個螃蟹啊 或什麼 他們就會打撈上來之後 運回他們的 算是他們的大盤商 也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比較大的家庭這樣 有沒有 好幾艘喔 小朋友 舊人旁邊這一艘小船 他們出海呢 來到這個岸旁邊呢 應該是在抓螃蟹 他有沒有抓到螃蟹 剛剛就沒有嗎 這是剛才抓到的嗎 這是剛才抓到的嗎 對 他剛才抓到了 喔 還蠻多隻的 大概有個四五隻有 這是 這種螃蟹在這附近很多是不是 對 對 他一天可以抓幾隻螃蟹 不然的話就怎麼跟 一天抓到五公斤 五公斤啊 這隻好大一隻喔 小心… 他的腳斷掉 有沒有 但是這個螃蟹我第一次看到 這什麼螃蟹 怎麼會是紫色的 紫色的螃蟹 紫色的螃蟹 待個幾個鐘頭 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蟹類上網 讓他們帶回船屋 代價而估 今天五位有收穫 人家雖然弄了一個下午 抓到幾隻螃蟹 但我這隻呢 每一隻都有 但是只是很小而已 一口螃蟹 聽說這個聲音不錯 不要啦 吃小隻 你吃大隻的 然後我吃小隻的 這樣 來 來 來 乾杯 乾杯 奇怪 我去跟人家 繩子螃蟹幹嘛 來 他被我騙了 這裡面都有 是 有 有 有 我看到 有 感覺到還滿有 所以你這個 馬上又抓到一隻 所以你看 到處都可以抓到這種 小的螃蟹 等到牠長大了 就會被牠們撈了 因為缺乏養殖技術 這兒的漁獲 全都靠村落漁民出海捕捉 出海的時間 短則約末一個禮拜 長的話甚至長到 一個多月之久 你知道嗎 今天雖然天氣陰陰的 可是我這個心情非常的好 因為真的有這種 偷得福生半日前的感覺 有沒有來到這個船上面 然後去那個海上人家 買一點海產 然後到這邊呢 請廚房的師傅煮一餐 然後就出來看看風景 然後享受一下美食 我真的覺得這裡的環境不錯 新鮮 什麼都好吃 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船 剛好經過我的眼前 全部都是國外的觀光客 話說來到夏龍灣要怎麼玩 如何玩 其實不是夏龍灣街頭沒人潮 而是觀光客 全擠到這海上石林來上海 上石林去啦 通常像這樣的觀光漁船 都會載著遊客 在石林裡游上個一整天 順便在船上品嘗當地特產的海鮮料理 世界定定